世界为什么没有和平 人忘记了他有一伙心 他忘记了假使仁慈地对世间 那世间也都将会仁慈地对待他 我们所住的世界 有一种真是惊人的矛盾 一方面人们害怕战争 但是一方面人们又急急地准备战争 他们生产过剩 却又分配得很不得体 这一个世界人口越来越擠涌 人却变得越来越孤独 人们住得很近 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和邻居的隔阂越来越大 相互的了解和真诚极度的缺小 不管对方有多好 人总是不相信他 的确 人能够以理性和科学征服自然 但是人对自己的幸福都没有安全感 幸福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因为当培育和崇拜理性 和激情地爱好科学的时候 人们忘记了他有一伙心没有去照顾 这一伙心萎缩了 并且被激情游论了 假使我们保存我们自己的幸福 那么如何能够找到自己的和平呢 要获得和平 我们必须训练自己的心去面对事实 我们必须客观和欠虚 我们必须了解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是永远错误的 要获得和平 我们必须分享到世间的财富 我们不必追求人人财富一样多 但是至少要公平 绝对平等固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较大程度的公平 则绝对可能 这一个世界有5%的人口 享受着世间50%的财富 有25%的人食得刚好 或者营养过多 但是却有75%的人口 常常陷于饥饿的边缘 这个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事 只有当国与国之间 愿意一起分享世间 有钱的愿意帮助窮困的 强者愿意帮助弱者 这样国际间才有友善 和平才会到来 只有当这种种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想象到 一个没有战争 没有资源贵乏的世界 法据经第五解说 真不能止真 只有慈悲能止真 这一个是佛陀 给那些宣传敌对教义 和恶意者的忠谷 他们要人去战争 一个反叛一个 很多人说 佛陀的忠谷 要人转恶向善 是行不通的办法 实在 这个是解决困难的唯一方法 这个方法 是这个伟大的老师的亲身经验 因为我们自大和自我中心 我们才说 转恶为善是不可能 事实上 我们并不情愿转恶为善 是因为我们不大愿意在大众面前示弱 而让人以为我们懦弱 假使我们能够处理我们的困扰 并且用文明的方法 带来和平和幸福 而牺牲我们危险的自尊心 究竟我们能够损失什么呢? 要想和平 来到世间 容忍是必要羞耻的 武力和强迫 将会产生不容忍 要建立人间和平和融合 每个人首先要学习 羞耻熄灭 贪、贪、贪、贼 这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当人类学习跟着这些邪恶力量 容忍和和平 便会来到这个世界 今天 最慈悲的佛陀的跟随者 负有一个特别的责任 来为世界和平而工作 为他们的老师 所忠谷的教义做一个榜样 法据经第四十五解说 所有的人在被惩罚中战律 所有人害怕死亡 将他人给自己 将心给心 这一来 一个人即不会杀害 也不会做杀害之恩 和平经常是可以获得的 但是以祈祷和祭祀 达到和平之路 是不切实际的 和平是人与其同类 及其环境融和的结果 以武力来获得和平 是不能持久的 这些是虚假的和平 没有了容忍的修炼 和平就无法存于世间 要容忍 我们就不能够允许亲恨 和妒忌在我们的心中生起 佛陀说 用任何敌人的伤害 也不会被一个人思想上的贪欲 亲恨和妒忌来得如此之大 佛教是容忍的宗教 因为他教导生活美满 和自我节制 佛教教化人 不是基于规范 而是基于原理 佛陀从来不迫害 或者恶意对待不同信仰的人 佛教教人走和平之路 这样的教理 是不需要为任何人 标榜他自己是佛教徒的 而是修学这种宗教崇高的原理 这个世界如同一面镜子 假使你以微笑的面去看一块镜 你都能够看到自己微笑的美貌 相反地 假定你用长脸去看他 你将必然会看到自己丑陋的一面 同样地 假使你以仁慈的心对待世间 那世间也都将会用仁慈来对待你 学习坏有和平之心 世界将会让你充满和平 感谢您的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您的优独播剧场 感谢您的优独播剧场